香港文化博物館主辦 香港文化博物館主辦 摘由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賽馬會呈現系列 聖耀王拳 俄羅斯王家真本展覽網上道賞團 我們是康民處娛樂頻道 互動嘉寧一系列的一個節目 大家可以透過香港文化博物館 YouTube頻道收睇道賞 同時可以在我們聊天室向港者發問 港者會在問答環節儘量解答大家的提問 在道賞開始之前 有三個事情請大家留意 第一,希望大家以靜音模式參與道賞 第二,歡迎大家使用留言板發問和留言 敬請保持禮貌 第三,在節目進行期間請密攝影、錄音或錄影 道賞團即將開始 現在將時間交給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鄧文亮博士Raymond跟大家講解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館長Raymond 亦都是今次網上道賞的主持 今天我會帶大家看看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 聖耀王拳俄羅斯王家真品展 這個展覽 今次是我們文化博物館和 克里姆林宮博物館第二次的合作 今次我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博物館 專程借了一百七十組很精緻的 很珍貴的展品來到香港 其實這一百七十組的作品 全部都是第一次來到香港 而且當中有不少 還是第一次離開克里姆林宮博物館 藉著這批珍貴的展品 我們希望介紹由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初期 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他們的歷史 亦都透過這些展品和今次的展覽 希望向觀眾介紹一下 這段比較少被人提及的歷史 或者大家都知道 克里姆林宮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的建築群 當中除了宮殿之外 裏面還有很多教堂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展覽開始之前 讓大家看一看 感受一下克里姆林宮的環境 他的建築是怎樣的 不如我們一齊看片 我們會看到在莫斯科那裡 在這個很著名的地標 我們看到紅牆 然後裏面就是克里姆林宮的所在 今天亦都是俄羅斯總統的官邸 亦都是我們今次的合作單位 克里姆林宮博物館他們的所在地 當中我們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建築物 亦都在兵器庫前面會看到很多俄式的兵器 如果你進去參觀的話 必然會看看 在伊曼諾夫廣場上面 會有一個炮 一支很巨型的大炮 和一個很巨型的大鐘 這兩件都是俄羅斯很重要的一些 鑄造的藝術品 可以說是他們鑄造的一些藝術的結作 每年都會有很多的遊客 去到克里姆林宮去參觀 必然他們去打卡的地標 就是廣場大教堂上面的不同的教堂 我們一會再去參觀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為何俄羅斯的君主會稱為沙皇 其實在伊凡四世的時候 他第一次把這個封號給了自己 他稱為全俄羅斯沙皇 其實沙皇這個字 即是古羅馬時候的海撒 即是大帝的海撒 沒錯 伊凡四世是想表明 他繼承由古羅馬到拜占庭帝國 再到俄羅斯這個新興的大國的一個君主的名號 而我們會看到 在十五世紀的時候 當奧圖曼帝國消滅了拜占庭帝國之後 其實當時的俄羅斯正在國力彈障 正在興起著 而他們亦都覺得自己是當時世上 唯一一個東正教的大國 他們有一個責任去維護東正教的傳統 亦都希望繼承了拜占庭這個由古羅馬傳下來的國度的文化 所以他叫他們自己做沙皇 一直去到比特大帝的時候 比特大帝把自己的帝號改稱為皇帝為止 這段時間就是全俄羅斯沙皇作為名號的時代 亦即是我們今次展覽主要的年代 為了給大家了解這個歷史發展 我們做了一個簡表 最初由最上面這裡我們會看到 就是這個舊的劉里克王朝的時候 即是沙皇伊凡四世 他開始稱帝的時候 開始稱自己為沙皇的時候 由這個時候開始 其實也看到俄羅斯的國力膨脹 他們當時脫離了金將漢國的一個統管 後來更加戰勝了金將漢國的其他附屬的漢國 在國際上建立了一個威望 因為他們率先可以離開 即是反過來離開了蒙古人的統治 當時他們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國力 開始在國際上慢慢地位提升 但是很不幸運 在接下來的十幾年 從1598年到1613年 是經歷了一個很動盪的時候 因為王權的繼承問題 以及有一些外國勢力的入侵 令到他們連莫斯科都陷落了 直至在1612年 他們才重奪回莫斯科 而在1613年 他們舉行了一次全俄羅斯的晉身 即是一些貴族的會議 去選出了一個新的沙皇 這個來自羅曼洛夫家族的十六歲的年輕人 米哈伊爾、廢奧多諾維奇 成為了沙皇 亦都開創了羅曼洛夫王朝 新的統治局面 他再傳來給兒子 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諾維奇的時代 俄羅斯的國力是進一步擴張 所以形成了一個歐亞大國 再傳來他後來的三個兒子 都在分別不同的時期 都繼任成為沙皇 不過不幸運 第一個兒子 費奧多爾 他做了三王五年之後 就過世 所以亦都造就了一個機會 讓他其他兩個弟弟 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 在同一時間繼位 這也造就了一個很特殊的歷史 彼得一世 即是後來的彼得大帝 這段時期就是我們今次展覽的一個很特殊的歷史階段 我們不如一起去看看展覽吧 我們的展覽分成為五個部份 去展示沙皇的顯赫王權 以及他如何在神文之間營造他的威望 很重要的就是沙皇登基這個很重要的儀式 我們從這張羅曼洛夫第一任的沙皇米哈伊爾 他的超像上面我們看到 當他登基的時候 他會掛上十字架 身上會穿一件很華麗的卡夫坦長袍 然後還會披一個雙滿了寶石的披肩 而且他會在手上拿著一枝拳杖和金球 很重要的就是他頭上會帶著一頂 稱為莫洛馬克的皇冠 而這個儀式是會由他們東正教的總主教 即是大牧首去主持的 這個登基儀式有一個最重要的過程 就是要幫他塗上聖油 亦即是代表了他是由上帝所高納的一個 具有神聖權力的一個皇者 我們又來看看展品上面 我們在這裡陳設了一件刺繡得很精緻很華麗的披肩 這件就是你剛才看到肖像上面 三王米哈伊爾 他曾經真實使用過一件披肩 很可惜 雖然今天見不到那些寶石在上面 不過上面精細的刺繡 依然讓我們看到這件的披肩 是多麼廣舊 它上面刻了一個圖像 上面瘦了一個圖像 首先正面會有基督的祈禱圖 中間這個就是基督耶穌 然後左邊是聖母 右邊是施洗約翰 形成了一個這樣的構圖 有八個大的框上面 有不同的聖人和天使長在上面 而這八個小的框上面 都有其他教會裡面一些重要的人物 當中是包括了兩個人物 一個就是沙皇米哈伊爾的主寶聖人 聖米哈伊爾 另外一個很特別就是 他的米哈伊爾的王子 阿列克姐王子 他的主寶聖人聖阿列克姐 在一件披肩上面 同時有現任的沙皇 和一位未來沙皇的圖像 擺在一起 我們可以知道 這件披肩就是 當阿列克姐王子出生之後 做了來在一些重要的儀式上 特別使用的 我們除了這件披肩之外 我們又來看看一個很珍貴的十字架 我們看到了 這個十字架上面 有很華麗的一些裝飾 有法郎的彩繪 有寶石的箱陷 特別是你看一下中間那裡 綠色的部分 其實是用一些祖母綠石 陷成一個小的十字架 在這個大一點的金的十字架上面 顯得更加輝煌和醒目的 我們看到了 其實這個十字架 是比特一世登基 他當時十歲了 登基的時候 是掛在他的身上的 為什麼我們知道 他是比特一世的十字架 除了他文獻上面的記載之外 這個十字架我特別拍給大家 在這個十字架背後 其實是畫了一個聖人 這個就是聖彼得的聖像 聖彼得就是比特一世的主寶聖人 所以這個十字架 特別有象徵意義和有價值 我們會看到這個整個登基儀式 和那些的聖物 是互相之間 是有一個很有代表性 代表了他們和這個宗教的關係 不過很可惜 今次雖然我們沒有機會 帶到一些皇冠來給大家看 不過克里姆林宮博物館 都很好特別幫我們拍了一些片 是會讓我們看回不同的沙皇用的皇冠 我們一起去看片 我們在這段片裏面會見到 這個就是沙皇伊勇世和比德一世 他們兩個都是小孩子的時候 一起去登基的時候的圖像 我們會看到在這個圖像上面 他們分別戴的兩頂皇冠 都是由預作坊裏面特別製作給他們的 我們剛才都說過 在當時俄羅斯的皇室是很強調 軍權神獸和和教會是關係密切的 剛才我都說了 沙皇的登基 他的案立是要由大牧首去主持 我們在這個展區裏面 我們會看到和大牧首有關的一些很重要的器物 譬如我們看到這件這麼華麗 相滿了珍珠用金線瘦成的一件短袍 它叫做薩科斯性短袍 其實它是只有大牧首最高位的神職人員 才可以穿著在一些祭禮上使用的 這件薩科斯性短袍 你看看它的領域上面 是有一些瘦了一些文字 這個就沒錯 這個正正就是這件袍的主人 大牧首菲拉列特的名字 這件袍是他的兒子 亦即是羅曼洛夫王朝第一位沙皇 米哈伊爾特別做給他爸爸 穿著在一些重要的場合出現 我想你會很奇怪 大牧首 咦?他的兒子是沙皇 沒錯 因為菲拉列特在整個俄羅斯歷史裏面 是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他本身就是俄羅斯沙皇的爸爸 而在1619年當他被推選為大牧首之後 其實在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是跟沙皇一起去處理政務 所以在俄羅斯的歷史上面 留下了一個很特別的印記 這次我們也展出了很多不同的聖物 不同的聖物上面 其實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歷史資料在這裡 彰顯了沙皇的家族和教會之間的關係 譬如我們看到在展品裏面有聖雀 其實聖雀就是整個聖餐禮裡面 因為聖餐禮是一個很重要的祭禮 聖雀是什麼? 是一個高足杯 他本身來說是用來裝一些葡萄酒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馬太福音裡面就會說 耶穌在最後晚餐的時候 將酒杯遞給他的門徒 就說你們喝這個 這個是我納藥的血 它是用來令你們的罪得而卸臉 這個經文也是刻在聖雀的杯邊緣 聖雀的杯身上面也刻了祈禱圖 有基督在中間 有聖母和施洗約翰兩個在左右扶持 而這個聖雀中腰的部分 還刻了很有特色的 刻了幾個有六隻翼的天使在上面 而去到聖雀的底盤上面 也有很多俄羅斯文字 這些文字是記錄了這個聖雀 是由哪一位的人物他捐贈出來 或者他奉獻出來給某一間教堂 就是沙皇阿列克姐的女兒 葉卡哲良娜公主 她是特別奉獻給 這個克里姆羅林宮裡面的 聖海森林教堂的一件聖物 我們除了見到有聖雀之外 整個聖餐禮裡面 我們很重要就看到 有另一件不能劃缺的就是聖餅 其實裝聖餅的器皿都會很講究 有聖盤 聖盤上面有一個叫聖星架 可能大家比較陌生的 然後還有聖餅盤 和一支叫聖茅的東西 其實是怎樣用的呢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聖雀裡面的酒 是代表耶穌的血 聖餅就是代表耶穌基督的身體 他的身體是為世人而抹開的話 所以聖餅就擺在聖盤上面 其實聖盤上面的花紋 正正是繪畫了耶穌的聖體 而這個聖星架是什麼呢 就是代表了百利行星 就是帶著那些牧羊人和東方三博士 去到百利行去敬拜耶穌的場景 當然還有一個實際作用 其實這個聖餅在聖餐禮開始之前 是會有一些聖筋蓋在上面 他不想那個聖筋直接蓋在聖餅上面 所以做了一個聖星架在這裡 就承托住他了 被分割出來的聖餅 就會擺在聖餅盤上面分給教徒 但是這個本來是一把刀 但是怎麼會造成一枝矢的形象呢 這個就令我們想到耶穌被丹十字教 他斷氣之後 那些羅馬兵丁會用一枝矢 是似向他的勒旁的 這個就好像一枝矢 去分割他的身體 所以那些聖物每一樣 都有他的象徵意義 我們其實說了那麼多 和教堂有關 不如我們又去看看 其實在克里姆路林宮裡面 有不同的教堂 我們會看到在裡面 其中有幾個重要的教堂 有這個 不同的教堂裡面 有不同的作用 其中我們會看到 第一間教堂裡面會有很多的聖像畫 整個建築都是保留了俄羅斯 他們繼承了拜占庭的一個建築風格 那我們會看到 他的那些金頂和建築上面 這個會是歷代教的俄羅斯沙皇 和他們的沙皇登基儀式舉行的地方 另外還會有他們的私人教堂 其實在這些教堂裡面 有很華麗的裝飾 也都看到 由中世紀以來 這些華麗的裝飾裡面 可以看到他們怎樣去繼承了聖像畫的風格 如果我們將來有機會參觀的時候 就記得要很留心 很細心去再欣賞一下這些建築物 來到第二部分 我們就會看到 在這裡有一件重點的展品 就是一隻一比一的馬的模型 模型當然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模型上面的 我們將馬具放在模型上面 這次在克里姆林宮博物館 借了很多很華麗 很閃閃生輝的馬具 來到我們這個展覽裡面 其實這裡是想告訴大家 在沙皇的很多活動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皇室儀式 就是他們的巡遊 沙皇在巡遊的時候 會帶著很大班的騎兵隊和一些騎士 還有更加重要的是 整個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一隊不用人騎的馬隊 在這隊馬隊裡面 那些馬是經過了很精心的訓練 他們會自己跟著馬夫 隨著遊行隊伍就會踏步 你看到上面那些很華麗的裝飾 如果你去到展廳裡面 或者去到克里姆林宮也好 你可能看到只是平放的展規 你都不知道它有什麼用途 這次我們是特別做了這個馬模型 將這些馬具放上去 你會看到馬龍頭 即是馬的頭部上面那些橫帶上面 是滿了很多金造的飾物 然後上面還鑲了很多橄欖石 它的頸上掛了一個很長的馬鷹 這個上面是會鑄造一隻用銀鑄造的金色的雙頭鷹 其實它就是俄羅斯的國徽象徵 還有一個就是這條很大條的一條用銀造 然後倒了金的一條我們叫做馬鏈的東西 那究竟它是什麼呢? 其實它的作用就像一條薑繩一樣 但剛才我也說過這些馬是不用人騎的 但是這個馬鏈的作用 其實我們會看到馬鏈上面 有八個透雕的金球 這些金球裡面 原本是裝了一些鑼鑼在這裡 即是馬路走的時候會怎樣? 它就會發出很清脆很鏗窗的樂耳的聲音 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個巡遊儀式 就好像一個很盛大的嘉年華 或者是一次很精準的一個舞台劇 從而去彰顯了俄羅斯沙皇的富有 以及它的威望 我們也可以看看當中 有一些很華麗的其他馬具 譬如好像這一組的馬燈 馬燈是什麼? 當你騎馬的時候 騎上去馬 騎上去背脊之前 搭腳的那個器具給你 不過這一隊的馬燈你看看 華麗得有點過分 它用金來做了前面這個基本的裝飾 然後在裡面再相陷了紅寶石 和一些祖母綠石 砌成了一個石樓的圖案 不單止它外面這裡華麗奪目 連它踏腳裡面的位置 都是用絲絨包裹 而且在上面還是刺繡了一些很漂亮的花紋的圖案 雖然經過了四百年 依然保存得非常精美 而且你剛才再對比我們剛才見過的馬 你會發現那種風格 似乎跟近東的地區 跟土耳其地區很有關係 沒錯 當時的俄羅斯皇室 對於近東地區的文化 是非常喜好和壽樂 他們不少的器物 都是由土耳其 或者由波斯這些地方 帶到俄羅斯的宮廷裡面 這個也是剛才我說的 比特大大在它西化之前 其實整個俄羅斯的文化氛圍 都是很受拜占庭的文化影響的 當我們看完這麼漂亮的馬具之後 我們又轉去到第三區了 其實在第三區裡面 我們會看到 就是我們怎樣去將俄羅斯 我們經常都說俄羅斯是戰鬥民族 他們的君主 怎樣代表了他們的軍事的力量呢 而且除了他作為全國國家的元首之外 是更加重要的 他是代表了他作為東正教一個保衛者的角色 所以我們在這張畫像上面 我們會看到沙皇阿列克姐 他伸穿了一件傳統紅色的卡夫坦長袍 腰間纏著一把很華麗的馬刀 然後他騎在一隻很裝飾得很漂亮的馬上面 大家要看一下他手上握著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代表了東正教 也就是他將他自己作為一個東正教的衛士 那個加冕戰士的角色 充分在這個畫像面帶出來 我們會看到 其實沙皇呢 除了他親自去打仗帶兵之外 他亦都會去主持很多軍事儀式 而在主持這些軍事儀式的時候 他會帶著他私人的一些儀仗的裝甲 一身很華麗的裝甲 我們今次的展覽裏面 亦都借了很多不同的頭盔、盔甲、兵器 來給大家欣賞 從中去看一下 他們怎樣去凸顯了沙皇的軍事上的權威 其中這個頭盔是非常之有意思的 這個頭盔 我們叫他做傑里科式帽的頭盔 這個頭盔你會看到 咦?為什麼會這麼像中東地區的建築物? 相傳傑里科可能是一個中東地區的城市 而這個城市是做這類的兵器或盔甲很厲害的 而這個頭盔 其實亦都是由一位俄羅斯的皇公 出示完之後 是由中東地區帶回去獻給沙皇米哈爾 而且這件亦都是由米哈爾的流落去到給他的王子 即是後來的沙皇阿列克借 他都會親自帶上去 在他戰場上使用的一件真實的兵器 不過在這件兵器上你會看到 除了手工很精細之外 上面是刻滿了很多阿拉伯文字的 這些文字是什麼? 這些文字其實是可蘭經 你會很奇怪 一個東正教國家的東正教衛士 為什麼會帶著一頂有可蘭經的頭盔? 其實從這裡就反映 在他當時來看 他對於近東的文化是一點都不抗拒 因為這個本身近東的文化 就是他們一路承傳下來的 這個大尖廷的文化帶下來的 所以在他們使用的器物上面 都經常會有很多 是會由近東地區 帶回去他們的皇室使用的 那除了頭盔之外 規格也是一件很重要的 他在儀式上使用的物品 我們這次陳列的 你會看到這一套 是沙皇米哈伊爾 他真的用過的一套規格 它包含了兩個部份 一個就是穿在裡面 好像一件內衣一樣 就是一個鎖子甲 而在外面這件 叫做白鐵栗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件用金屬片 編織成的一個裝甲 其實白鐵栗 就是用很多塊金屬片 嵌成的 這一件的裝甲上面 有1509塊這些金屬片 而且這些金屬片上面 也是刻了一些很華麗的圖案在上面 而白鐵栗和裡面的鎖子甲 各有它的功能 一方面白鐵栗是保護它 不會被刀劍鎖傷 而裡面的鎖子甲的作用 就是不怕被箭 或者一些刀劍刺穿的 是雙重的保護 由裝甲 由這個頭盔 我們再去到 就是它身上佩戴的武器 我們這次很難得借了一件 曾幾何時 在他們的皇室 在兵器庫的那個兵器袍 或者我們叫做皇室的清單上面 排行第二的一件的金屬馬刀 這個金屬馬刀 都可能你會有一點印象 剛才我們看過阿列克謝的騎馬像 它的腰間正正是纏著一把類似的金屬馬刀 不過我們這裡看到一件實物 一樣是很感動風格 沒錯 這件金屬馬刀 也是由另外一位貴族 它也是在中東地區 帶了這個馬刀 回去送給沙皇 作為一個禮物 這套馬刀的珍貴地方 我們會看到 它的刀柄 或者叫做把手的地方 是用深色的碧玉做的 然後它上面 由劍格 一直到刀鞘上面 都有很多金光燦爛的浮雕裝飾 而且上面還傷陷了很多紅寶石、綠寶石 連到刀的配帶上面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金屬部件在上面 那些金屬部件 那些扣環 都是有精細的一些法郎採繪 和傷了很多寶石 難怪這件的兵器 是在兵器埔裡面排行第二的兵器 我們再下去 我們會看看 因為在這個時期 我們正正就是 由冷兵器進入各國的軍隊 到王室裡面 已經大量引入了不同的槍炮 我們這次也帶了很多 在俄羅斯克里姆銀工的兵器庫裡面 收藏的一些儀仗用的槍械過來 其中我們會看到 這裡有一支叫做瑞法獵槍 這支獵槍上面的特色 就是它的槍嘴其實是一個龍頭 你會看到從這個槍嘴的龍頭 一直在槍管上面 就將整條龍的身體浮雕在上面 而更加精細的是 整個槍身都是佈滿了一些 很精細的一些枝葉的花紋的圖案 去到槍柄上面 在這個槍柄上面 也都用珍珠背舞背 是傷陷了很多很華麗的圖案 當中我們也看到 就是俄羅斯的國徽 大皇冠的雙頭櫻在上面 如果你細心的話 還可以在這支槍上面 發現到有A、B這兩個文字 這兩個字就是這支槍的駐造者 那個很出名的工匠 他的家族的一個好像雙標 可以看到這支槍是由俄羅斯的兵器庫裡面 很著名的造槍像 是做出來的 而且他也是在不同的儀仗上面 是會使用的 由槍我們又會引伸到 既然他們要用火藥的兵器 自然有一些和火藥有關的配件 這裏有一個圓形的 你不要以為是一個金牌 或者你不要以為是一個香水瓶 其實它是一個火藥瓶 也就是說因為以前的火槍 每一次它發射的時候 它都要入一些火藥 所以它也都配備了一些火藥瓶 當然了 是最高級的皇室貴族 或者甚至是沙皇使用的器物 必然是那個裝飾很華麗的 我們看到這個火藥瓶 它有很精緻的浮雕在上面 兩面都各有不同的浮雕 我們先說其中我們看到的一面 就是一個聖喬治屠龍的場面 聖騎士聖喬治 他拿著一隻矛 去跟一條龍搏鬥著 這個圖像其實在很多兵器上面 都會看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傳說其實流傳了很久 源於以前大尖庭時代 已經有一個傳說 話說聖喬治去到一個地方 看到那裡的人 將他們的公主獻給一條惡龍 他就去救這個公主 還打敗了那條惡龍 然後再把那條惡龍捉回到城市 跟那些人說 如果你們歸依基督 我就幫你殺了這條惡龍 那個城市的人全部都歸依基督 所以這個傳說 在後來也有一個象徵意義 就是基督戰勝了惡魔 而這個圖像 也都在西歐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兵器上面 或者他們的軍事設施上面 經常都見到 這個聖喬治屠龍 這個揮文 俄羅斯 由拜占庭時代 一直承接了 或者是承傳了這個傳說 所以在俄羅斯地區 聖喬治屠龍 都是一個很大眾都知道 都明白的一個代表 由這個這麼精緻的火藥瓶 我們又去看一件古老的器物 如果不說 或者大家未必很清楚知道 這兩件是什麼東西 其實這兩件器物 加上有一個名字 它叫散袋 散袋是什麼東西 其實是裝弓的袋 以及裝箭的袋 因為在熱兵器流行之前 弓箭可以說是最實用 以及最能夠發揮威力的 一個遠距離的兵器 所以在士兵也好 去到皇室的禮儀也好 在沙皇的他私人的武裝裡面 一定會配備一套很精緻的散袋 這個散袋我們會看到 它用紅色的皮革 這些皮革都是在近東地區輸入的 然後在上面用金銀線 收上一些很精緻的花紋 你會看到 無論在箭袋 以及在裝弓的袋上面 都是有雙頭鷹的標誌 這個很顯的典型 就是他們的國徽秀在上面 亦都代表了 這是一件皇家的器物 你看到在箭袋上面 那個袋上面 都是有一些寶石的裝飾在上面 這一套這麼華麗的散袋 其實就是代表了 沙皇一個很重要的權力 我們說了這麼多 跟軍事有關的設施 我們提過這麼多次軍鞋庫 或者叫做兵器庫 其實實際上兵器庫是怎樣的呢 這次克里姆林宮博物館 亦都為我們預備了一個陸像 我們又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它裡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會看到了 在克里姆林宮的博物館裡面 這一座的建築物 就是其中一座最古老的博物館 亦都是以前皇家時代的一個兵器庫所在 裡面珍藏了很多皇室的珍寶 包括我剛才說過的莫洛馬克皇冠 又或者是一些各國送陣過來的一些兵器 我們會在裡面看到有皇室的珍寶在裡面收藏了 除了皇冠之外 還有剛才我說的 還有復活彈 也都有一些不同地區送過來的兵器 為什麼會有不同國家送過來的兵器呢? 其實我們會看到 在打仗的時候 大家兵庸相見 就兵器對兵器 但是在和平的時代 原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 都是會互相送陣一些精緻的 在儀仗上面使用的兵器 所以我們這次的展覽裡面 都會看到有一些兵器 原來都是外國送陣給俄羅斯的 其實當時的俄羅斯 國力正在膨脹著 它已經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北方大國 所以它當時和西歐 或者和近東地區的很多國家 都保持了一個很緊密的外交關係 也都正因如此 他們亦都要有一套很嚴格的 接待外賓的禮儀 那我們會看到 他們當時會在多寧宮那裡 接待這些來到的外國使節 在未見到沙皇之前 他們就會由俄羅斯的官員 或者貴族 帶著那些外國的視節 經過一條走廊 進入到這個接見室 而在走廊上面 會站著一群由貴族組成的宮廷的示威團 這些示威團就會穿上了一身 我旁邊現在看到的這件紅色的卡夫坦長袍 這件紅色的長袍的空前和背後 都是用金線瘦了 又是大皇冠的雙頭鷹 可以知道他們是代表了皇室 也都代表了俄羅斯這個國家 這些卡夫坦長袍 其實平時是會由皇室的寶庫去收藏的 而去到有特殊的場合的時候 譬如接到去賓的時候 就會拿出來分發給這些宮廷的貴族去穿著 他們手上會拿著旁邊 你看到這支柏特森闊頭槍 在十六世紀以前 這些闊頭槍是真的 譬如在意大利地區 他們是真的步兵使用的一些長的兵器 不過慢慢已經退落火線 就成為了反而變成儀仗的兵器 根據文獻的記載 其實在俄羅斯的皇室裏面 是曾經鑄造過二十四把這些儀仗用的闊頭槍 這次我們都很有幸能夠看到 由這個展櫃 我們就會看到旁邊的展櫃上面 有兩把斧頭 其實這兩把斧頭是什麼呢? 從我們展覽的展櫃側邊 我們會有一張的版畫在這裡 那張版畫上面 是會讓我們看到 原來進到去 視節要見沙皇的時候 在沙皇寶座的四周 其實是會站了四個示威在這裡 他們會穿著白色卡夫塔長袍 頭戴一個高官 然後他們手上面 就是會拿著 托在肩頭上面 正正是這把這麼華麗的 使節斧 所以我們知道這把斧頭 其實是沒有一個實際的功能 或者它不是真的來打仗的 它只是在這個 接見外賓的儀式上面 所使用的一個儀仗的器物 所以它上面有很華麗的雕刻 而譬如你看到那個斧刃的上面 即是那把斧頭的那個 坎坨的那個位置上面 你看到有一些很漂亮的揮文 有獅子的圖案 有俄羅斯的雙頭影雕字 其實背面還有聖喬治的屠龍 這個這樣的圖像 和一些獨角獸在上面 而那個斧柄上面 也都傷了不同的寶石在這裡 可想而知 它只是作為一個展示出來 展示給外國的獅子看 沙皇有多強的威望的一個形象 剛才我提到 他們外交之間 很多時候會送一些國禮 而這次我們也特別借了一些 他們不同國家送給俄羅斯的一些國禮 會看到他們的特色 除了剛才我說的兵器之外 這裡建的 無論是一個大盤 或者這些的水瓶 都是一些餐具 你會說這麼大件的餐具怎麼用 其實這些是會在國宴上面 他們會專門做一個台 是擺在這裡用來展示 用來給人看看 多富麗堂皇 而且他們跟不同國家之間交易 其中我們有一件很有特色的 就是由瑞典送給俄羅斯沙皇的一個水瓶 這個水瓶上面是一個女士的半身像 你會看到這個像上面 他們會有華麗的裝飾 他的頭髮 他的帽子 他的帽子 到他的衣服 都有很豐富的一些文色 吊著在上面 而他的風格 和俄羅斯本身皇室的風格 是很不同的 因為當時的西歐 已經是很流行 是巴洛克的風格 但是俄羅斯的皇室 在彼得大帝之前 依然是保留了很近東的風味 所以這次的展覽裡面 你在不同的展品之間 就會看到俄羅斯皇室的文化 和歐洲其他皇室文化之間 是有一個對比的 這個在往後的時代 就慢慢會消融了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次的展覽 是很能夠看到 傳統的俄羅斯皇室和俄羅斯傳統 他們由拜占庭城計 下來的文化特色 我們看完那四個不同的展區之後 我們進入第五個展區 看到前面那四個展區 俄羅斯、沙皇 在公眾面前 怎樣展示他的威望之外 我們又偷偷地走去看看 俄羅斯的沙皇 他的家庭生活 我們又會看看 小王子是怎樣成長的 其中一件很有特色的展品 就是這一件的論赤聖像 我們知道聖像畫 其實在俄羅斯 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傳統 這個傳統成傳自大佔庭時代 這些聖像畫畫得很莊嚴很神聖 人物畫得很挺直 但是這個聖像畫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作用 它其實是王子的第一份生日禮物 因為每一個王子出生的時候 會馬上將它的新的長度度度出來 然後用它主保聖人的聖像 製作了和它生長一樣的一個聖像畫 這張聖像畫會跟著它一世的 平時會在它私人的祈禱的地方 到它過了生之後 這個聖像畫就會放在它寧霧的聖像壁之上 即是說由它出生這位聖像的主保聖人 這位沙皇的主保聖人 或者這位王子的主保聖人 就會保佑它一生 然後保到它上天堂為止 這樣 所以論赤聖像這個做法 是俄羅斯皇室所特有的一個生活文化的傳統 由它小時候出生 開始說到它怎樣成長 所以我們就會見到 今次我們的展品裏面 會見到很多是和王子平時的訓練有關的 那文韜武略都必然是要訓練的 從武略方面 我們經常都說俄羅斯是一個戰鬥的民族 所以他們一定要有軍事的訓練 他們小時候就要接受不同的軍事訓練 為了方便軍事訓練 俄羅斯的皇室特別去訂製了一本很奇特的書 是一本圖文並茂 其實是圖多個文的一本 好像說明書一樣 教皇子或者教士兵做什麼 去怎樣做步操步兵的訓練 每一個步驟很細緻地展示出來 這本的書當時是拿去荷蘭印刷 因為荷蘭的銅板畫技術很高 而當時俄羅斯還沒有那麼好的技術 所以你會見到他們花費不費的功夫 都是為了培養一些好的 未來的沙皇繼承人出來 我們再過去就會看到 這個地方我們會特意展示了很多不同的小王子的用品 我們會見到一些小型的馬鞍 會有剛才我說過的散袋 即是裝弓和裝箭的袋 那邊還有一些專門做給小王子小時候練習用的刀槍 剛才我說過了火器是必然要學習的 所以我們今次的展覽裏面 亦都展出了很多很特別的 專門做給小王子用的槍鞋 他們在小時候五歲之前 他們會由保姆照著他們 五歲之後就會交給那些男的導師去管教他們 開始訓練他們 而在他們的訓練過程裏面 其實他們八歲以後不再玩玩玩具槍 是用真槍的訓練 所以我們看到這裏一支小型的 是兒童滑堂槍來的 這支兒童滑堂槍我們會看到 做得很小巧輕盈 其實這都是俄羅斯兵器庫裏面 那些頂級工匠為皇室人員特別訂製的 那這支小的滑堂槍 其實不是玩具來的 是真的能開得到的 而上面我們看到另一支聶槍 這支聶槍的營製 跟剛才我們見過的瑞法聶槍 可以說是同出一切的 但是它相對的槍身是比較短小 因為它是給一個少年人用的 這支槍是做給其中一位沙皇阿列克謝的王子 原本這位王子已經成為儲君 不過很可惜他十五歲的時候就過世 所以才造就了另一位王子可以登基 就是剛才說過的廢奧多爾王子 不過很可惜廢奧多爾王子 都是做了五年的沙皇就過世 所以也都再造就了他兩個弟弟 一個伊凡世一個比德一世 所以有機會繼承 而最終彼得一世成為了後來的彼得大帝 大家可以看到了 其實做沙皇一點都不容易 大家想認識多些俄羅斯的歷史 文化、藝術 可以大家珍惜機會 快點來看看這個聖耀王權 俄羅斯王家真品展 裡面其實你還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物品 如果你是軍事迷的話 這次一定不要錯過 因為這次除了小朋友用的槍械之外 也都有剛才我除了我介紹過的一枝槍之外 另外還有其他不同的槍械 還有不同的武器 有各種的劍 也都有幾套很華麗的裝甲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當時他們的歷史的發展 和這些器物之間互相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這個展覽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利用現在的機會 我們大家可以交流和分享一下 多謝Raymond精彩的講解 現在是問答環節 有觀眾在YouTube發問 好的 第一條問題是 Raymond 什麼是祖墓綠石? 哇 這個 祖墓綠石我們會看到 剛才不同的器物上面 其實有很多的寶石傷陷在這裡 大家還記不記得第一件 看到有寶石器物是什麼? 沒錯 就是彼得大帝十歲登基的時候 那個金的十字架上面 金的十字架上面 中間的地方還有一些深綠色的 細的寶石 它砌成的那個十字架 那些深綠色的寶石就是總母綠石了 其實在其他器物上面 我們都會見到有大有小的寶石 而且在當時他們俄羅斯的 皇室的預作坊裡面 他們有一些俄羅斯的工匠 會用他們比較傳統的手藝 去打磨和去傷陷這些寶石 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今次由這個展覽裡面 可以看到在未去到西化 即是彼得大帝西化之前 俄羅斯本身來說 它比較承繼近東風格的 一些裝飾特色的時候 他們怎樣利用這些寶石去傷陷 而且他們很多時候 是紅和綠之間 互相交替的使用 如果你們剛才記得 我們見過一對很華麗的馬燈上面 那裡也都有祖母綠石 和紅寶石的一些交替的使用 但是你會留意 我們先前不是見過那隻梅形馬上面 那些馬帶上面 有一些淡綠色的寶石 那隻就不是祖母綠 那隻就是另一種叫做橄欖石的寶石 那大家如果喜好寶石的女士們 你來這個展覽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寶石的傷陷工藝 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的網上導賞團時間夠了 我們多謝大家收看和參與 也多謝Raymond講解 提提大家 今天的網上導賞團 稍後會上載到香港文化博物館 YouTube頻道給大家重溫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 和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今天的導賞團到此為止 拜拜 我們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